历史的今天1993年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项 攸关儿童福利 就是立法院修正三读通过了儿福法 更加保障儿童人权 也让很多儿童受虐案件扶上台面 让公权利尽家门 这是过去发生的诱人虐待事件 小朋友包扎急救 这样的画面让人心疼 1993年 立法院修正儿童福利法 让地方政府有公权利 介入处理家暴事件 催生法律的现任台大学务长冯燕 感触很深 手上那样的伤痕 是放在火炉上烧烤的 到了最后面能怎么样 教养小孩是父母的权责 公权利是不得涉入 所以让我们觉得 在有些时候 可能法需要入家门 发生在2005年的台北市秋小妹事件 凸显儿虐事件紧急后送问题 但也让大众更重视这类的事件 这些改变都要从修法后 责任通报制度上路说起 社会上好像没有儿童虐待出 只有一些意外 那那些意外都是很重的伤 或者是死亡 那这个法通过之后 那意外事故有没有减少 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是有减少了 但是儿虐的世界增加了 换句话说 这个真相就逐渐就浮出来了 保护观念的兴起让儿童福利法 少年福利法在2003年5月合并 法和观念的进步 也让儿少权益 获得越来越完整的保障 感谢观看